伯伴们来了 开始新的坑啰 这次是我个人推荐必玩的10款NDS中文游戏合集 各位观众欢迎到Nightestore频道 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爷Night 这一次我们先从NDS的平台开始玩起吧 会尽量顾及到每个人想玩的游戏 如果没有介绍到你要的请多等我找找 毕竟要分享中文版本的 也并不是说说早就能找到的 开头也有帮大家准备好每一期有介绍的游戏 只要你有想玩的就能直接去找来看哦 表单都会一直更新下去 在影片开始前 解释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你们的订阅也是我发片的动力来源 如果你觉得这系列让你非常爱的话 可以小额抖内我一下 抚慰我的内心 毕竟留言说谢谢的人很少 我很难过 我请你们去打结 说谢谢 第一款新之卡比 抛臼及豪华版 又称卡比之星 这款是基于96年FC平台上的 新之卡比超豪华版的重制版本 不但保留原本游戏的基础外 也增加了超多全新要素 而且配合着双荧幕进行 可以让你使用出不一样的技能 跟平常单荧幕的时候 玩法的确变得更多 第二款 太古达人DS 妖怪大作战 NBGI著名的太古演奏系列音乐游戏 这是该系列在NDS上的第三作 这一代不但有前两作的音乐 并且还新增了更多音乐 总共有50首 而且有在当时比较新颖的冒险模式 除了平常玩音乐外 还能过任务打妖怪 双荧幕的优势能让你直接打太古 可以体验到不止于按键上的游戏感受 第三款 仙境传说DS 是的你没听错 在NDS上有出过仙境传说 仙境传说可以说是从你出生 可能就存在的online game 衍生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读当然连NDS也拦指啦 在NDS上的仙境传说 虽然说游戏感觉与PC版还是有差异的 但在故事与人物图示上都没有省略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仙境传说的元老的话 这款游戏也是你必须玩玩看的喔 第四款冒险岛DS 有称风之谷DS 上面有介绍仙境传说 而你再更想不到的是 风之谷也有在NDS上出现作品喔 这版的风之谷没有乱七八糟的职业 也没有全途出现伤害的画面 只有经典的风之谷 如果你是风之谷的老粉丝 或许你能从这游戏找回当初的感动喔 第五款 马力欧赛车DS 马力欧赛车系列 只要是任天堂的主机都肯定会发行的 在NDS上的马力欧赛车DS 不但利用了双萤幕的优势 让游戏进行时 画面可以更干净 能让玩家更享受在竞赛时的刺激感 这款一样有道具赛 也增加了独特的赛道 所有经典角色也都在其中 不管到哪里 马力欧都是必须玩的游戏吧 第六款 料理妈妈 如果你玩过Switch的胡闹厨房 喜欢做料理的感觉 在NDS上也有一款厨房游戏 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就是料理妈妈了 这游戏很有可能是很多玩家 第一次接触的料理游戏 一样只是通过系统的提示 就能用切煮草的方式 做出料理来 这款游戏可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呢 第七款 泡泡龙DS 泡泡龙是异智游戏中的元老 也是消除类型游戏中的神作 与其他异智消除游戏不同 它不是靠着翻转来消除 而是靠着泡泡龙的炮台发射泡泡 来消除在顶部的泡泡 每个泡泡都有不同的颜色让你去消除 游戏中有不同的排列方式 来让你动脑破关 虽然游戏方式非常简单 但真的可以让人一玩就沉浸在其中 第八款 爱香水 爱香水这个游戏可能很多人没听过 但它的确是我儿时玩过 可以让人有反应的恋爱养成游戏了 可能年纪太小 在当时也没想这么多 但在游戏不但有非常多的女主可以选 并且可以一起生活一起交流 游戏中除了培养自己的能力外 也需要与女主培养感情 慢慢的会触发更多隐私的剧情 游戏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的 也非常适合想谈恋爱的玩家们喔 第九款 精灵宝可梦 珍珠钻石版 珍珠钻石也有在Switch上重置过 钻石版的主要招牌宝可梦是 帝牙卢卡 蓝牌配色的神兽 珍珠版的主要招牌宝可梦则是 帕路奇亚 但紫色配色的神兽 钻石珍珠与其他的宝可梦玩法都相同 但出现的宝可梦与故事都还是不一样的 宝可梦的玩法永远都一样 但总是可以让人玩不腻 不管出什么版本都会有一众的老粉丝啊 第十款 节奏天国 黄金版 在之前有介绍过的节奏天国 这游戏在音乐节奏游戏就是个异类 没有好看的画面 也没有所谓的音乐 但在NTS上就是这么的契合 游戏玩法与这迷音的音乐 还有奇葩的画面 真的非常的有魔力 这款游戏我也真的不敢多玩 音乐一玩就真的停不下来了 那这就是这次要介绍的四款游戏 文章密码订取方式请依照下方进行 说谢谢 如果你有想玩的游戏我没介绍到 可以在留言跟我说 我会尽量去介绍 如果还没介绍就代表我还没找到 请给我一点时间喔 最后感谢最近有斗内的粉丝们 好康群正在准备中 准备好之后会再把你们拉进群組中 内部也会有我自己整理好的各种好康APP 也可以在群組许愿交流 如果你有兴趣 欢迎来斗内一下 那这部影片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并且小铃铛 B站的朋友 请记得帮我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